楊潔篪和王毅在阿拉斯加 跟美方開完二加二峰會之後 就要很急速地回到中國了 因為王毅要歡迎Sergei Lavrov Sergei Lavrov就是俄羅斯外交長 一個有非常深經驗的外交官 Sergei Lavrov 他基本上和楊潔篪差不多等級 但是楊潔篪現在不是正式外交官 所以憑官方的階級 他是和王毅開會的 大家看看這兩張照片 很明顯地一張是在美國阿拉斯加二加二 另外一張是在吉林 中方和俄方開會 一邊開一邊吃個lunch 很棒 你想想 對比多大 中方去到阿拉斯加 是沒有東西吃的 沒有State Dinner 還要是綠公仔麵 我忘記了誰問誰 但是被記者認得到 好像有王毅問楊潔篪 吃飯了沒有? 楊潔篪說 錄了麵 在酒店房綠公仔麵 美國的招待是這樣的 但是在桂林 江西桂林 歡迎俄羅斯的規格和模式完全不同 除了這些事情之外 我們說一些實際一點的事情 其實這些都很實際的 但是他們說中俄這個好兄弟 有幾好兄弟呢? 大家都知道普京和習大大 一向都很老友 又慶祝生日 又在一起做餓飾 餓飾 當然兩個人在抗衡西方 近來西方和歐盟 尤其是歐盟和美國 咬得俄羅斯和中國很厲害 幾乎咬不放 空間相вhas 時阿 Velvet 誰家的記書 說 regulatory 畢竟俄羅斯跟歐盟 是完全沒問題的 比薑成這樣 而且他強調,這個世界的貿易應該開始脫離 俄方說了很多次 只不過是技術上是否做到 還有沒有政治決心 其實這兩件事都有 去年有消息出 中俄貿易有三成多是用對方的貨幣 對方的貨幣,即是人仔和俄羅斯Rubu 剩下的七成都是用美金和歐羅的 應該是用美金為主,歐羅可能會佔少少 所以說就說要脫離 但仍然大半都是用美金的 這件事他們是中俄在針對 俄羅斯有MIR系統 中國有SIPS系統,兩個系統都是 好像SWIFT那樣的 即是Interbank的Payment系統 擺脫SWIFT,當然是用少點美金 用少點美金,美金的 Demand當然會下降 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 如果你不用SWIFT 你不會被美國制裁 因為我之前在過去節目也說過很多次 因為2014年 這個Crimia事件,俄羅斯就立回Crimia 西方和美國,扭扭著 嘗試制裁的 有些制裁,但有些說了就沒有做到 說了,但沒有做到 就是包括SWIFT的制裁 因為他威脅俄羅斯 在SWIFT關掉俄羅斯的戶口 但結果沒有關掉 所以俄羅斯今時今日也用到SWIFT 但已經說了出來,已經說了說 有機會關掉俄羅斯的SWIFT戶口 一關俄羅斯的SWIFT戶口 就沒得用,即是沒得用SWIFT去找數 俄羅斯的銀行真的不可以透過SWIFT 做海外的交易 即是從2014年開始 俄羅斯就在製造 建設MIR系統 基本上是俄羅斯版的 國際Payment System 中國當然不集書 有中國自己的SWIFT 但去年 SWIFT和SWIFT合作 但由中國的角度來說 當然多一個系統做後備 如果真的跟美國和SWIFT 那邊真的非常疆 現在都很疆疆的了 如果真的沒辦法商量 到時被人關掉SWIFT 你也有個MIR做回應 SWIFT雖然在比利時 但是美國操控的 既然Sergei Lavrov 去了中國和王毅吹水 說一說中俄關係 近這十年是越來越近 剛才說到Crimia 1914年那邊說一點 烏克蘭戰爭 烏克蘭戰爭我之前也提過 這裡就不深入講了 先提一提 有一個政變 西方搞的這個政變 捧了一個扯線公仔政府 跟俄羅斯很敵對 打了仗 現在就有一個停火協議 但是暫時都會互相轟 互相射 但是比14、15、16年的時候 比較靜一點 14、15、16年的時候 打得很激 長將14年剛開始的時候 俄羅斯就聰明立了Crimia 你上一上地圖 看看Crimia 基本上是一個半島 在黑海那裡 原本蘇聯嵩當的時候 Crimia就給了烏克蘭 但是俄羅斯黑海海軍艦隊 仍然基礎在那裡 只不過俄羅斯每年 是出租的基地 是比較淺烏克蘭的 因為蘇聯解體了90年代 而且過了2000年的時候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關係都OK 烏克蘭也是很多蘇聯旗的軍工廠 尤其是火箭引擎 飛機引擎 Gas turbine 直升機引擎 不重要的 兩個國家 賣這些硬件給俄軍 但是 那個關係 僵了打仗之後 當然賣不到給俄羅斯 俄羅斯就要 奧述牙根去建造這些工廠 在俄羅斯境界建造這些工廠 今時今日就建造了 烏克蘭方面 就失去了 他最大的小客戶 就是俄羅斯 烏克蘭這些軍工廠 不是最先進的 你想想也是用蘇聯期間的水平科技 這些小客戶 他們出的硬件 就賣不到西方 西方有他們自己的軍工廠 當然 以前可以賣給俄羅斯 但是現在的關係 搞得這麼糟糕 當然賣不到給俄羅斯 俄羅斯當然要自給自足 現在都搞定了 所以 搞得烏克蘭的軍工業 和經濟更加下滑 但是 由俄羅斯的角度 更加重要 由一個地緣政治的角度 就是他們已經對西方沒有期望 原本 蘇聯解體後 90年代和過了2000年的 二十幾年 基本上俄羅斯的心態 就是融入西方 怎樣可以做part of EU 甚至乎由想頭加入北約的 但是這些事情 過了14年之後 就不用想了 基本上西方是敵對的 對俄羅斯 只不過是 就算你加入了西方 他當你是奴隸國 想搶光你國家資產和資源 好像90年代 在葉利欽掌握帥的時候 普京一上位之後 其實都明白了 但是起碼可以想和EU 聊聊聊天 打個和 然後沒那麼強 但是過了14年 就做不到這些事情 所以14年 1415年 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譯點 由俄羅斯的國際政治 和國家安全角度 當時開始 就開始向東 看中國 因為當時中國 都穩定性增長 經濟科技和工業 和貿易方面 俄羅斯想和中國 更加打好關係 當時就很積極地 想和中國搞定 Gas pipeline 那個Gas deal 結果是簽到的 好像是16年簽 我希望我忘記了 16年還是17年 這個Gas deal 也是談了很久 也是價錢的問題 但是俄羅斯 兩方面都頂硬的 結果簽了之後 簽了30年 俄羅斯賣天然石油器給中國 30年 非常之巨大的額 這個Deal 起碼有一部分 是用人民幣找數的 有其他貿易和能源Deal 另外 科技方面講一講 因為俄羅斯和中國 是在交換科技的 大概兩三個禮拜前 大家都可能有留意一宗新聞 就是俄羅斯和中國 簽一個協議 想在月球 搞一個基地 月球基地 這個Moon Station 俄羅斯看得到 中國又派上俄2號 3號上去 太空科技越來越驚訝 我們俄羅斯 也有很多 man's space的經驗 當然是 所以這方面 都可以向俄羅斯學習 尤其是 life support 系統等等 以及俄羅斯 在太空科技上 有一件事都做得不錯 就是他們的火箭引擎 他們的火箭引擎 是做得OK的 現在俄羅斯在用的 Soyuz 2號 那些2號和3號 非常之可靠 美國也要用它 因為美國 大家都知道 NASA也沒有火箭 SpaceX那些火箭 也經常爆炸 美國NASA要運 物資去國際太空站 是用俄羅斯Soyuz火箭 俄羅斯Soyuz火箭 那種火箭 科技不是特別強勁 即是在用60年代 70年代的科技 但是 夠可靠 夠簡單 它不同 SpaceX那些 很複雜 但是結果 飛到不夠200米 就爆炸 或者降落回來的時候 又會爆炸 OK 不需要那麼高科技 只不過 只可以 得到的 那就可以了 俄羅斯的科技 可以的 中國現在的引擎科技 都可以的 可以互相學習 另外有一件事 俄羅斯是不足的 就是電子 中國電子科技 比俄羅斯做得非常好 所以俄羅斯 一直都是用中國的電子科技 不單止在太空領域 其他領域也是 但是俄羅斯近這幾年 開設立自己的 Semiconductor 和Micro Electronics 這方面他們當然不想 這麼依賴中國 但是仍然買很多中國貨 深圳東莞製造的 Electronics 那些電子 基本上今時今日 是世界尖端的 不是說 Semiconductor 不是說7納米 5納米 這些 遲些再說 一般Electronics 14納米 28納米 Semiconductor 都OK 但是加上Circuit Board 那些全部是 中國是做得非常之好 因為全部都是一條龍服務 這個效率和技術水平是高的 還有去年 普京就彈了一句 說俄羅斯會幫中國 起一個Early Warning 雷達 這個 洲際導彈的Early Warning 雷達系統 這些Early Warning 雷達系統 就真的 測試 例如美國 或者某一個國家 某幾個國家 射一些核彈過來 中國如果有這些Early Warning 雷達可以很快地看得到 這些飛彈是正在飛來 襲擊中國 這些Early Warning 雷達只是俄羅斯和美國有的 80年代 中國是嘗試 建造這些雷達 但是有限 中國的雷達 某些雷達的科技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Early Warning 雷達這個領域 仍然有些不足 所以如果俄羅斯肯 給中國的科技 當然是歡迎 中國的不足地方 是軟件 硬件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也有研究軍事 凡是研究軍事科技 都應該知道 中國的Early Warning 雷達的不足地方 就是軟件方面 即是現在普京說肯合作 那就看看俄羅斯的軟件水平去到哪 應該都不會特別差的 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一個重要性就是 如果俄羅斯肯給這些 這麼高價值 這麼高 Strategic Value 戰略價值 的國家秘密 給中國 大家都應該明白 互相信任 中俄互相信任的程度 是極高的 今時今日 當然由一個地緣政治 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 你看這個地圖 其實是明白的 Back to back 俄羅斯和中國 現在是Back to back 俄羅斯就不用擔心 它東面 在中國邊境那裡 任何麻煩 中俄邊境也是全世界最長的陸地邊境 同時間 中國就不用擔心 俄羅斯的邊境那裡有什麼麻煩 不用擔心俄羅斯在西伯利亞搞搞震 俄羅斯又不用擔心 中國又會不會攻進西伯利亞 不用 俄羅斯就可以集中精神 concentrate 去對付美和歐 中國的道理一樣 不用擔心俄羅斯 就可以100%針對台灣和南海問題 地緣政治Back to back 外交方面也是 過往 很多時候在UN Security Council 聯合國安全 Council 有五個Permanent Member 美、英、法、中俄 很多時間 很多情況之下 中和我都是對抗其他三個 有時候就反過來 UN的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可能現在更加深一層 外交的合作和協調 很多事情都是一致的 由西方的角度 他們一向都認為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 是短期的 因為俄羅斯和中國的 有些 很深入的矛盾 因為你看他們的文章 他們很多的 research paper 都在說錯了 中國其實是想攻進西伯利亞 搶回當時清朝那些地方 這樣 這個就未必了 我真的不是100%了解 中國政府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我相信不是的 還有 雖然中國可能由軍事角度 是可能搶回某些地方 但是那個政治代價是非常之大的 你為了少少地方 在這裏 和俄羅斯反面 我覺得不會這樣做 所以西方就算錯了 之前說過 美國State Department那邊 透過Atlantic Council 出了一篇文章 抗中一定要和俄羅斯合作 但是呢 話就這樣說 但是做就做不到 現在西方和美國和歐盟 就是咬著俄羅斯不放 是更加推俄羅斯去中國那邊的 俄羅斯現在和中國 基本上是Join at the Hitman 基本上是貓公仔 分不到了 而且關係更加深 也有人說 西方那邊 普京始終會下台的 他不會活到過一百歲 都做沙皇的 到時下一個領袖 可能很大機會 就去西方那邊 或者起碼不會和中國 這麼朋友 這個又未必 因為現在 是有一代俄羅斯的政客 和學者 已經看穿西方的 那些賤招 和他們的看法 基本上 他們仍然是 體驗過90年代 90年代 當時西方怎麼對俄羅斯 他們心 那句話就是 NEVER AGAIN 不可以再發生 90年代 現在普京可以令到國家 站起來 和中國合作 應該去到前景都不錯了 很多事情都自給自足 不要相信 西方傳媒說 俄羅斯的經濟 只是靠天然石油 他們出口 仍然是很多石油器 和天然石油 但是他們內部國家 很多事情都是自給自足 由科技 工業 和當然 食物 能源 那些全部都是 因為他們人口 過成千萬 好像千四萬 他們是 不是 Sorry 講錯了 他們人口成過億 一億四千萬 或者一億五千萬 類似這樣的數字 可以上網查看 人口的數量是夠大的 即是他們的內部市場是夠大的 而且 俄羅斯有些 Satellite States 例如 白俄 中亞 Karskstan Terministan 烏茲別克 加上蒙古 現在和中國有合作 所以他們的 網絡也不是西方說得那麼弱 即是他們的天然資源 和農產 和某些科技 加上中國的工業 這個 aggregate的能量 政治和工業 和resources的能量 是非常龐大的 所以是會令到西方會擔心的 Anyway 先說到這裡 拜拜